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怎么办呢 先讲一个故事吧 风和太阳打赌 看谁能先把行人的帽子给摘下来 风使劲的吹 风吹的越大 行人越是无紧帽子 太阳只是露出笑脸 行人就热的受不了 就自然的把帽子摘了下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温和的手段 可能会比粗暴的手段更有效 但是父母对于顽劣的小孩 警察对于凶恶的坏人呢 胡萝卜加大棒 也许才是更有效的方式